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25岁 来自山东活动策划 女嘉宾乔女士22岁 来自山东活动执行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帽子扣得很大 最后你扣那顶帽子叫 三观不正 所以想分手 您是想分手的 对吧 是 他哪三观不正 说说吧 就最近的一件事 前几天我翻了他的手机 发现他跟女生的聊天记录 特别暧昧 他给我的解释是 这是工作上的朋友 需要彼此了解 然后建立感情 才可以好好地做这个工作 但是他们谈的问题 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 谈到了彼此的生活 还有每天要做的事情 每天两个人做了什么 都相互说 以及这个女生受到了什么委屈 都告诉他 向他诉苦 他也每天细心地安慰人家 是吧 没有 其实那都是工作关系 因为我是活动执行 活动策划 然后他们就是些礼仪 模特 因为我经常要带他们 出去出活动 然后他们之间 就会产生一些分歧 就会产生一些不讨计 也会不会有的 那么多长时间 也会有这种工资 可以编语 我们还是很正常的工资 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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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也不是不同情理 你实在工作需要 那我也应该体谅你 谅解你 后来我这个气要消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 就这么让它过去吧 最后他却补刀给我来了一句 其实男人都这样 我当时一听 我就根本忍不了了 这不是就是渣男的话吗 好笑给我的感觉就是 男人出轨都是必然的 不是你坐实了他出轨了吗 先说第一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听到其他 你就可以扣那么大的帽子 你再说你们生活里的 其他事吗 姑娘 而且他平时也没有担当 没担当 我们两个这个工作性质 其实是有些是 可以相互对接可以联系的 有时候我的一些客户 他可以对接的方面 我可以把这客户 适当也会介绍给他 你是活动执行对吧 对 然后有一次 我这边有一个客户 和他认识 有一个饭局 然后这个客户 却私下联系我说 只要这个酒局我去了 就把这个活动给我 那我这一个女生 我肯定觉得 这个人好像是 不怀好意一样 我心里肯定是害怕 我就跟他说这个事 我告诉他 这个客户是个大客户 因为很多商业 都是要经着他的那个批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就是吃个饭 很多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都在那里 多认识人也不错 其实也没什么 那大客户如果得罪了 我们 等等啊 这听就有点意思了 翻译一下 有大客户 请女生吃饭 原话是只要你来吃饭 单子就给你 对吧 没听错吧 对 女生不敢去 但是男生觉得 没什么 大客户嘛 是这意思吧 是 是这意思吧 你就不担心你女朋友 那种担心吗 第一呢 这些人吧 也都认识嘛 这些人都比较正嘛 然后就是说 我跟他我也打电话说 我说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联系 然后这边 我肯定你吃完饭 我去接你嘛 那你干嘛不陪他去啊 因为我不适合 出去那个场合 为啥你不方便去呢 因为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 大客户让他去 跟他一块吃个饭 然后我再硬蹭蹭地去 跟大客户说 或者让他去跟大客户说 带着他男朋友一块吧 我就觉得这种场合 这不都认识嘛 但是后来还认识没有去 所以你啊 我结合这件事 把上面你说的那个 事联系在一起 我可以认识 那三观确实是有问题的 我不是说他跟那些女生 怎么有什么不正常 或者暧昧 至少在他这儿 他喜欢利用一些东西 达到自己的一种目的 对 还有一件事就是 和这个生日是一样的 前几天网上出了一款APP 就是应户付费 让主播陪自己聊天的 他居然推荐我去做这个 说这个挣钱很多呀 这个事吧 我解释一下 有一次是我一个朋友 在一块吃饭 说有这么一个平台APP嘛 挺火的 就问我有没有合适 我说我对向上这边 形象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我说他没事在家 就老爱翻个手机 刷个微博什么的 我说你能不能 就是说是 让他去锻炼一下 跟人交际什么这方面嘛 我说那个东西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说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回家 我就随手跟他一说 当个主播呗 后来他很不乐意 我也再也没说啥 你们俩在一起 有快乐的时光吗 姑娘 其实仔细想想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两年了 你要是让我现在想想 我们之间 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的话 我真的想不起来 每次在生活里边 每一件小事 他都能让我 搞得特别不愉快 这怎么会呢 因为他这个人 嘴巴就很毒 自以为是得开一些 很恶趣味的玩笑 小片里好像说过这事 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微博我刷微博 看到了一款 就是新出的吹风机 然后这个吹风机 当时介绍的时候是说 吹干头发又快 又不伤头发什么的 这个博主推货的时候就说 人家有一个男生 买这个吹风机 买了三个 给自己的妈妈一个 女朋友一个 女朋友妈妈一个 我就把这个截图 当时我也是无心 觉得撒撒娇吧 截图发给他 然后我说 你看人家别人家的男朋友 有多好呀 对 那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 又不是你男朋友了 对 然后呢 因为我怕他有经济压力 我就说 其实我也并不怎么 太喜欢这一个吹风机 我觉得它还挺贵的 那我最后是不是给你买了 我那也没说什么呀 对 你是买了 他当时跟我说 那人家这些人长得漂亮 人家用个好的吹风机 那你长得那么丑 你还值得用个这个吗 用个便宜的不也一样 从小我不喜欢 别人拿我比较 何况我是他的男朋友 然后他拿了别人男朋友 来说我 我心里吧 多少就是不是那个滋味 我就想怼他一下的 他后来还补刀加了一句什么 说你让别人送你 爱马仕的女孩 你自己手下得买得起香奈儿啊 那这句话我就 实在是心里就过不去了 你这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还配不上一个吹风机吗 这句话是我 看那个朋友圈 朋友吐槽一个人 我正好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气嘛 我就就复制了 给粘贴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事 我就 这恋爱谈的 还有别的吗 我们的每一件小事 它都让我觉得特别不愉快 还有呢 说 前段时间 我下楼梯 不小心踩空了 膝盖撞到了台阶上 当时膝盖都凹进去一块 我真是特别疼 我现在我就给他发了个消息 我说我下楼买柚子的时候 踩空了 撞到台阶上了 挺疼的 你赶紧回来给我看一看 那你当时回了我就什么呀 我说这个季节 冬天的柚子甜吗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 我是在那里搞策划方案 很着急 有加班嘛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出门 我记得他跟我说是脚磕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有事的话 肯定会很着急 让我先回去 他知道我工作吗 然后我就 我也不能不回他 我只能就简单回了一去 结果就又弄得很僵 那我告诉你 主题是我下楼把膝盖磕得挺严重 我很疼 你就问我柚子甜不甜 你只关心那个柚子吗 你关心过我吗 我回家第一件事就看你的腿 有事的话我带你去医院吧 就是男生在不切时机的时候 去开一些他认为很幽默的玩笑 但是女生完全是接受不到的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知道没什么恶意 你也不用把他放大地去想 他不关心你 对吧 他就是不关心 他心都不在我这 比如呢 那我今年春天有一次出差 然后出去了大概得半个多月左右 他是真的是一个消息 一个电话都没有 每次是我忙完了这一天的事 我回去 我回到酒店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告诉他这一天干嘛干嘛了 期间一个消息都没有 然后我跟他就是撒个交码 我说好像把我自己装进 邮递的那个盒子里 可是快递员不收我呀 你当时开了句什么玩笑 我说你那个弄个骨灰盒回来 我那个就是开个玩笑嘛 他告诉我骨灰盒能装得下我 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想我那种的 就是他那个时候休息嘛 就在那聊天 我就在那打趣 其实我也挺想他的 因为他出差 我为什么不联系他 出差的话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工作 到底在那干什么 什么时候忙 然后我也是看着日期 一天一天挖了手指头那种的 就盼着回来嘛 是不是 我自己女朋友在外面 肯定会担心 你们俩日常交流 就是这么交流啊 对 他完全就体会不到 我在意的那个点在哪 然后我记得也是年初 二月份那会儿 有新闻就报道说 最近有那个红月亮 我当时是觉得 两个人平时就是忙工作 就借此这个机会儿 两个人一块出去 看看红月亮 浪漫一下嘛 那为这个我还主动 去买了这个摩天轮的票 我还特意去借了 那个长焦镜头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了 那天我们坐在 摩天轮上的时候 本来一块看海月亮 说说话什么 还挺开心的 有一日他就没说话 我就问他 我说亲爱的 你在想什么呢 然后他说 我在想你 今天急忙地催我出来 我这脸上都没抹点油 就干死了 我是从小不喜欢那种 浪漫那个氛围 很浑身不自在 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也知道他付出很多 确实是真的受不了 那种就是浪漫气氛 然后夹在那中间 浑身不自在 哎呀 你们俩是怎么熬下来的 这这么多年的恋爱啊 就每一件事情 都能被你们弄得 完全驴唇不对 麻嘴的那么尴尬 你们一起出去玩过吗 我们两个第一次出去旅行是 去年 那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出去 然后也是没有什么经验 酒店什么的也是订贵了 然后出去玩也没有做计划 玩得也不是挺开心的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们去西安玩吧 我一听 他难得这么主动跟我说 一块要出去玩的事 我还挺开心的 我当时就翻看笔记本 赶紧在那找找 现在订酒店是不是便宜啊 然后要去哪里玩 做攻略 他又在一边 又开始不耐烦了 哎呀咱又不是今天 马上就要走 你招什么急 每次都是这样 后来 在接下来这一个多星期里边 我每次觉得 大家一块看看酒店吧 看看攻略吧 你招什么急 招什么急 我就是兴诚诚的 他就给我泼上冷水 我那就不想看了 然后到真的要去玩 这件事的时候了 一看酒店也满了 就没有办法出去了 他什么都没有做 却在满眼我说 你怎么不提前做好攻略呀 我都跟你说要出去玩了 我当时就很无语 我在做攻略的时候 你说什么 所以你们俩 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我觉得他说什么 已经不再重要了 怎么说 其实我俩 这一路吧 走得也挺坎坷的 还挺坎坷的 但是我今天来吧 我想通过咱栏目 通过咱这些老师 帮帮我 也解决解决我们的问题 能真正让我们 在一块儿好好的 因为两个人 在一块儿遇见了 真的不容易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为啥分手啊 因为异地吧 确实是因为异地嘛 我觉得你要谈过恋爱 不至于这么不会 他都不是 不会说话的问题 说起他这个前女友 因为我们两个 在一起是两年多 我个子比较高嘛 然后他前女友 属于那种 比较娇小软萌的那一种 然后他这个前女友 让我感觉 时时刻刻都在 我们生活中跟我比较 我们去个商场 做个扶梯 回头看看我说 哎呀 好久没有女朋友 这么娇小软萌的感觉了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你意思是在怀念 那个娇小软萌的前女友吗 我没说是前女友 你那性格 一直都是比较汉子那种的 然后我就心里那种 忽然间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蕾蕾忽然就觉得 就是比较小女人那种 心里特别暖那种的 但是他就觉得 我是想前女友 他是真的是经常提到 我这是毕业实习一年了 我刚实习工作那会儿 工作挺不顺利的 我就回家跟他说 我这里边有好多事 我就不会解决 我该怎么办呀 他就顺势跟我提到 他这个前女友说 你别看我这个前对象 长得比较娇小啊 人家 可是人家内心挺成熟的 人家处理你这些事的时候 人家就会怎么样的去做 你应该像他这样 怎么怎么着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在当着我的面 提这个前女友 我心里是什么感受 你不会喜欢被比较 我就喜欢吗 因为我前对象吧 他是在另一个城市 都是执行 他在从事这个行业吧 时间比较长 然后他是刚入门 所以说很多地方 我是对事不对人 反正就觉得 跟他说说吧 也没说得不好 让他一直不满意 我也觉得真愁 你们俩这个恋爱谈着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人 这个讲自己的 这个恋爱讲得如此之法味 你知道吗 姑娘你为什么还一直 跟他在一起 就是这个男生 哪里吸引你 我们也是好多次 一起合作过活动 因为这些做活动 所以两个人一有感情 觉得还挺聊得来 那是工作伙伴 后来在一起 这一年以来 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件件的小事 不值得你去说 我就因此不跟你在一起了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 后边无法担忍受了 让我觉得 无法忍受就走呗 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是我想 等于人家要跟你分手 你死皮赖脸 把人拉过来了 是这意思吗 不是死皮赖脸 我是真想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啥问题啊 就是说到底是 之间存在什么问题 好吧 那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你想让我们大家 帮帮你对不对 是 好 那我先跟你女朋友 聊两句 好 就上次那个 让你去维护的 那个大客户 是男性吗 对 是男性 如果维护好 这个大客户 你们大概可以 挣多少钱呢 大概是接近万数的 一万块钱 差不多 你在你们这段感情当中 就值一万块钱 作为一个男人 任何一个正常的男性 都会排斥女朋友 为了自己的工作 去陪其他男人 做类似的事情 当然他们可能 没有任何实质性接触 仅仅是喝酒这件事 绝大多数男人 都是拒绝的 而为了自己的利益 让自己的女朋友 去做这件事情 是什么 是这个男人的无能 懦弱 不自重 所以 如果你们结婚了呢 如果未来继续在一起呢 有一天 你会不会把它卖了 还在那数钱呢 那肯定不会 你拿什么肯定啊 就拿你刚才跟我说的 这件事情吗 就这一个事 后面的事我都不用听了 我以为你只是情商低 不会说话 其实你是在拿刻薄当幽默 我总结了几件事情 写下来一句话 她是一个长得丑 应该去死 还不如柚子的女人 这些词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有任何一点点喜欢和爱吗 我能帮你吗 我能帮你吗 小王 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大的原则就是劝和不劝分的 可是怎么让这个女孩坚持 你对她有一点点认同吗 有一点点怜惜吗 如果都没有 说明她不是你真是的那个女人 或者说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如果不懂 就去学 如果错了 就去改 而你们这一段感情 我认为只有四个字 叫做赋睡难收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周杰老师 那个姑娘你知道 就是我应该跟这个人分手 但是你说到最后 你也不知道是因为哪一点 要跟这个人分手 我给你捋一下嘛 总共三点 第一点什么呢 就这个人情商问题 谢谢您的朋友 请不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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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我不方便去 姑娘我告诉你 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多 但不爱你的人怕你要的太多 他不光怕你要 还怕你不给他 所以真的 今儿有多远跑多远 好吗 然后以后一定一定 把自己的人生安全放在是第一位的 一定擦亮眼睛 看清楚 这些男人是否带目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 比你自己尊严 人格要来得重要 是不是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你觉得他漂亮吗 漂亮 喜欢 喜欢 那喜欢你为什么 他跟别的男人吃饭 别的男人可能会心有不鬼 你却那么放心呢 咱们能不说违心的话好不好 我也不骂你 我们就说点实话 你肯定是觉得他不漂亮 我的天真是** 我 ك说的 这么说 哭 iden吻我 开转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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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